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李志凱 預賽第一名 拍過兩部體操題材的紀錄片 這是他的招牌動作 托馬斯拳旋提到李托馬斯 而且他是隔兩環 你感覺到他的雙腿的開度 節奏韻律 整個支撐的重心之高 你看拳旋這個動作非常炫 但是特別難做 就是這個托馬斯比拳旋要難做 但是特別好看 他為中國台北隊貢獻了一個高分 但是他不僅僅是這一項強 他的個人全能成績非常好 這次他能夠在日本還有像中國 李志凱得到了15.10分 他的這個完成分到了9.1 9.1的完成分 阿瑪他的難度不是全場最高的是6.0 那麼阿瑪還有更難的是有6.1 但是他的完成治療確實是漂亮 好第一輪比賽結束 我們來看看各自隊伍的排名情況 現在